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頻道終於突破五千訂閱了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回答一些這次 上一次那個五千訂閱 QAA 徵集的一些問題 那先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五千訂閱的影片 主要就是想拉近自己跟觀眾之間的一些距離 讓觀眾更了解我 可能在我玩到一些觀眾沒有玩的遊戲的時候 也會想了解一下我玩的那個遊戲是什麼 或者我開直播的時候會想進來跟我聊天 然後或者我拍另一系列的影片 也就是我目前新開設的另一個頻道叫做黑弱 那另一個頻道目前開了一個說書系列的影片 那會不定期 應該是每周三更新一些 會不定期更新一些名音 然後每周三會固定更新一個說書系列的影片 希望我能堅持啊 所以我需要一些觀眾 然後如果對看書有興趣的一些 觀眾或者對一些搞笑名音短片有興趣的觀眾 可能可以follow我的另一個頻道叫做黑弱 好啦那我們回過頭來這邊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聊一些Q&A 那我們就來看到一些 我有有收到的Q&A 那先非常謝謝所有有來問我問題 有看過我影片 或者有在下面留言的玩家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 你們的支持 或是我影片被推廣出去 能夠賺錢的一個動力 好啦也是我部分會想繼續 制作影片的一個動力啊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好啦那回到這個Q&A的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想做YouTuber 為什麼會拍片 做YouTuber賺錢嗎 我的興趣規程是什麼 或者做YouTuber的動力是什麼 那我先說明一下 雖然我剛剛說那個 能夠賺錢是一個動力 但是 我覺得這不會是一個主要的動力啊 那我就來聊 興趣規程好了 希望這個興趣規程可以把這個 問題給一次打完 那我剛開始拍第一部YouTube影片 應該是兩年前吧 那時候應該是大四左右 然後或者大四畢業 然後自己那時候有寫不少 遊戲的攻略 對遊戲的行業可能比較有興趣一點 但是有一點找不到進入遊戲行業的方法 所以呢就想說 那我寫一些遊戲的攻略 或者拍一些遊戲的影片 來看看好 就是自己一個 最少能夠接觸遊戲業的一個方法嗎 然後我就這麼做 所以呢我的前幾部YouTube影片就是這麼誕生的 然後後面有一些其他影片 也是因為覺得 自己玩遊戲玩的好像還蠻厲害的 就有一種那種 自我的一種小小的優越感 然後想說哎 那我可以拍影片 把這些東西給 介紹給那些不知道的人 然後來證明自己好像真的非常強一樣 但後面持續做下去的一些動力 就是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這些成就感就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嘛 訂閱數 觀看數 收益數 還有就是觀眾的留言支持 這些都是能夠維持一個 呃影片創作者更新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動力 一個鼓舞 但是前面還有一個最大的前提 就是我覺得做出這些影片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而且也可以學到蠻多東西 有蠻多挑戰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 會想做影片的動力 然後呢持續創作的動力 就是有大家的支持啊 那我自己的 新入歷程跟為什麼做影片是這樣 至於這個東西賺不賺嗎 我覺得目前非常不賺 假如說我在訂閱數多個10倍 100倍可能會賺一點 目前真的不是很賺 下一個問題是比較關於我個人的 就是是不是全職在做 有沒有副業 做什麼工作 幾歲有沒有女朋友之類的 我自己是最近一兩個月離職的 主要就是覺得工作有一點 無趣就是我其實比較喜歡自己有 多一點掌控感的工作 那目前做這個 youtube算是全職啊 就是自己目前還有在努力 嘗試做一點別的東西 有在學點東西 但是 我比較在意的就是能夠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畢業的前兩年是做 法律相關的工作 覺得那個跟我好像沒有到 那麼合適 就是我自己沒有到特別喜歡做那樣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假如說 那個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再多去嘗試 多去試試看有沒有其他 你可能更喜歡的事情 畢竟自己現在還算年輕 24歲 所以願意多去挑戰一些不同的東西 至於有沒有女朋友 應該算沒有吧 呃 下一題一部攻略影片的製作時間 可能的問題 頻道未來動向進行目標 youtube好當嗎 一部攻略影片的製作時間的話 大概是 你youtube上每看到一分鐘 以前我可能會花到一個小時 現在時間可能縮短一點點到 40到50分鐘 如果有做過那一系列的影片的話 可能只要30分鐘 就可以做完一分鐘的影片 不過 假如說要加上字幕的話 那個時間可能會要延長 因為最近我的影片也都全部都會上字幕 因為上字幕其實是一項蠻累的工程 所以呢目前的時間 可能還是維持在一分鐘一個小時左右啊 那頻道未來動向 我就簡單聊一下我會選擇拍什麼樣的影片 就是我通常是遇到一個遊戲 然後如果那個遊戲 玩的人多看我影片的人也不少的話 那我就會持續性的拍這個遊戲的影片 那如果玩的人變少 或者我對這個遊戲的興趣 熱情降低了的話 那我也會開始減少拍攝這一系列的影片 那平常我也會不定期嘗試拍攝一些新的遊戲 那平常 遊戲推成初心還蠻頻繁的嘛 假如說我遇到一個新的遊戲 然後我覺得好玩的話 那我也會開始持續性的拍攝 那個新的遊戲的一些 攻略跟講解 另外也有一些別的遊戲企劃 像是我之前有做那個什麼2021年 最值得期待的一些手機遊戲 然後我會看一些企劃 假如說這些企劃的反應 觀看次數都還不錯的話 那這種企劃我可能就會持續做下去 那如果比較少反應 或者比較少人觀看的話 我可能就會減少做這種系列的影片 大概是這樣子規劃 下一題最喜歡哪一款手遊 有玩什麼電腦遊戲嗎 手機遊戲我自己是覺得他推成初心還蠻快 所以要能夠持續喜歡上一款遊戲是 稍微難一點點 像我以前很喜歡如實傳說 還有喜歡過一個一個 像禁忌巨人的塔坊遊戲 這兩個遊戲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他們隨時間也會慢慢被淘汰掉 所以我不好說我最喜歡什麼遊戲 但是如果說類型的話 我可能比較喜歡 沒有那麼刻景象的遊戲 就是大家玩起來可能可以比較輕鬆 然後要有一些戰術 要一些頭腦的遊戲 至於電腦遊戲 我目前有持續性的玩英雄聯盟 那除了英雄聯盟以外就是 看steam上面推出了什麼好玩的遊戲 我就會下載起來 然後玩玩看 其他並沒有什麼持續性也玩的遊戲 像以前也玩過 apex pubg 或者自久騎之類的遊戲 其實也沒有特別排斥任何遊戲 如果那遊戲好玩的話 都會嘗試去玩玩看 下一題 攻略怎麼找 有沒有抽卡進化影片 有沒有抽什麼角色 心態爆炸還抽不到 攻略怎麼找的 首先就是Google啊 然後 看看有一些攻略網站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介紹 那如果 中文語言體系的收不到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別國有這個遊戲的話 可以試試看日文韓文英文之類的 都可以搜搜看 那這可能可以幫助你多找到一些 不同的攻略 抽卡進化影片 我覺得我最近有做不少啊 那如果沒有看了 可以趕快回去看看 幫我刷點流量 耶 那至於有沒有什麼角色抽到心態爆炸 還抽不到 可能不少吧 我這個抽不到角色 我都覺得很難過哎 但可能不會真的到你說什麼崩潰 痛苦流涕 沒有啊就是 很難過啊 沒有就是沒有 接受命運的安排吧 我們下一張 看看可不可以運氣好一點 所以大概就這樣吧 後面幾題回答起來比較容易 我就直接回答 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哪裡 書店 舞妖的時候會做什麼 看書或者打遊戲 是否有崇拜的偶像 我覺得所有出色的人 我都還蠻崇拜的 所以 大家都是我的偶像 每星期一定會做的事 吃喝拉沙睡 頭髮能不能夠cosplay成達人的頭髮 我拒絕 哈那五千天內的QA就聊到這邊 然後最後就是 我們上一部影片提到的抽獎環節 那這裡我會隨機抽出三位玩家 然後送出 那個獎品 可能是Gash或者花鼠店 看你想要什麼 然後抽到的玩家我會直接 在你的留言那邊通知你 或者如果我沒有的話 請你私訊我的FB粉專 那那最後抽獎的方式 我用Excel 幫你們建立的一些數字編號 然後呢 我會從這裡面 三個不同的區塊 分別抽出一位玩家 好 那第一次要出的 入住是從四十個萬人裡面抽一位 呃抽獎 21 21是這個 東應該是東八 我把他名字稍微縮寫一下 因為所有人都打出名字有點累 然後是下一個區塊 二十九個玩家 二十九個玩家裡面抽出一位 十十號中獎 這個甜加米 好最後是會員 會員因為有些人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用編號 1234號 就是以加入我會員的時間順序來定 好三三號中獎 好啦那 結果就這樣 大家如果你是東或者甜加米或者 三號我之後會自己私訊他 然後這三個玩家的話 你們中獎了 然後如果沒有 我沒有私訊你的話 就是請你自己 來我的FB本專找我一下 好啦這部影片就拍到這邊 感謝大家觀看到最後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哦 大家拜拜